各位好 我们接着来说 唯魔结晶 唯魔结晶 和这个 唯魔结的生活 方式 正好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样板 就是在出世 与入世之间 应该怎么做 因此 后世的许多 文人末课 对于唯魔结晶 都十分的 喜爱 也在各种的 诗文之中 有很多的 引用 也有很多人 为唯魔结晶 做助 就像 我们上一期 说的那样 唯魔结 所认为的 即便是菩萨 行于非道 也是为了 通达 佛道 虽然你这个 富可敌国 但是 但是 横观 无常 之后 看到这种 世事无常之后 实在是 没有必要去 过多的 贪恋 自己的 财富 因为这个意外 和明天 哪个先到 牛头 马面 黑白 无常 是不会因为 你有多少钱 而 到阎王爷那儿 去替你求情的 虽然说 我们在人世间 可以这个 夫妻 恩爱 子女 儿女 情长 但是呢 就像我们前两期 说到的那样 夫妻之爱 可以有这个 像蜜糖一样 如胶似漆的时候 也有像这个 一滴水 滴进了 热油锅里一样 水火不容的时刻 即便是 再恩爱的 两夫妻 日久 可以生情 但是日久 天长之后 大多数的关系 也就是 左手 摸右手的关系 即便是 这个 对子女 的 宠爱 子女 对父母的孝敬 也会 这个 像我们之前说的 像人的心电图一样 有高 有低 不可能啊 始终停留在 一个 让人 保持 一种 欢愉 情绪之中 不可能 不可能永远是上升的 也不可能 永远是 下降 都是啊 无常的 所以呢 远离 五欲的淤泥 就可以 就可以啊 通 达 佛道 这个 才是真正的 菩萨 心 又把这个 像 像无言 无说啊 无有 文字 语言 排除 一切 是非 善恶 等 差别 境界 都作为了 不二 法门 中的 极致 所以啊 我们 这个 肉身 人体 生活在 大千世界 当中 也像 这个 《维摩结经》 里面 所说的 统 万行 则也 全智 为主 你再聪明 你再有手腕 你再居高 灵下 做一国的 国王 皇帝 也要 树立啊 你的德行 德行 才是 根本 所在 所以啊 树德 本则以 六度 为根 啊 要 怜悯 慈爱 你的 部署 手下 同时呢 自己啊 也不要 做一个 绣花枕头 做人的 师者 啊 长者 要有 给对方 答疑解惑的 能力 啊 要有一颗 慈悲 为怀的心 要有一颗 这个 容纳 这个海纳百川的胸襟 不能说底下的人 哎 老师啊 你解的这个佛经不对 你说的呀 你说的这条有错误 这脸上就挂不住了 哎呀 你不笑啊 你不忠啊 你不意啊 你怎么敢散对老师呢 你怎么敢对老师说的话有质疑呢 有怀疑呢 按照西方的观点 上帝 造出了人 赋予了人智慧 那么就是让我们思考 虽然说 我们凡人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但是他既然把这个智慧 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 有的人是弱智啊 我们没有瞧不起弱智的意思 只不过 这都是上帝的意思 的意志嘛 啊 上帝 没有把我们造成绵羊 所以我们就不要自己把自己比作是上帝的迷途羔羊 有很多的神贵 这里面包括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 把各种宗教啊 西科 叫 摩尼叫 什么叫 都喜欢 都喜欢和习惯 把自己的僧众啊 当成畜生 当牛 做马的来对待 啊 我们都是 这个 上帝 的儿女啊 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按照上帝的样子造出了你 那么肯定 你要行出上帝的言行 来荣耀上帝 是不是啊 啊 最起码 你不管是东方 西方 放置四海皆准的 一点 我这个出去买早点 要主动的排队 啊 去这个政府机关 或者公共呃单位去 办业务 要提前预约 哦 突然间某一位大师 或者是某一位这个部长来了 直接去插队 我如果说做到部长那个职位 我会不会去走这个后门呢 我不长的时间 是不是要比普通的民众的时间 更加宝贵呢 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去 侵占公共的资源 我们是受造物 但是 我们不是一块石头 如果说我们的思考 让上帝发笑的话 那么 就让上帝尽情的去笑 如果 在上帝看来 我们 这个可笑的言行 能让他老人家欢乐的话 那么我们 就尽情的让他老人家 欢笑 好 我们今天 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 捧场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